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製造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 大家好 新一集的股壇事件 今集出了施生之外 浩德就回來了 浩德早前去了北海道 先問浩德 北海道有沒有玩浩德 挺好的 其實日本很多香港人都喜歡去那邊旅行 不過我去的主要因為有滑雪 因為香港沒有雪滑 最近最方便都是去日本 聽人說北海道都很黃 是不是真的很多香港人 以及疫情在日本已經感受不到 第一就是我去了北海道的雜訪 以及雪牆在樓首都 那裏基本上日本人都是戴了口罩的 日本人對這件事是挺認真的 所以他們有很多指引教你怎樣去防止疫情的情況 所以你就這樣出街和香港的分別就不大 當然他們沒有那些所謂安心出行等級的安排 現在香港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去的時間就是剛剛之前就醞釀停飛不停飛 或者國內的同胞可不可以去日本那段時間 所以我去的那段時間就沒有什麼國內的同胞 說普通話的大部分都是拿綠色護照 就是台灣的比較多 但是你會看到其實那邊 我想他們都受疫情影響的大 譬如說很多順旅遊地區的店舖其實大部份都散了門 即使現在日本去到近幾個月才慢慢開放過旅遊 其實很多都未完全恢復 但好像說日本在這段時間因染疫而死亡的人都不少 都不少的 所以他們都不是說好像覺得 即使我跟我們理解的譬如美國 美國就好像英國就完全當是沒有一件事 但日本也是受這件事有影響 當然他們好像我們一路看到 其實都要因應大環境慢慢改變 因為我想他們受過的經濟壓力都不小 日本我自己看到的 這段時間近來就升了一點 我們上一集都說過 你去到當地消費是否真的相對比較便宜 雖然你去到旅遊區 你看看最近日圓又低位又彈了一點 尤其主要因為美金就開始弱了一點 但整體來說 日本的消費相對香港其實都挺有見證的 即使他們有很多消費稅 當然現在我觀察香港人去日本買的 比以往少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東西都可以在網上訂購回來 反而很多東西你一定要親身去日本做 譬如是吃的東西或很多體驗就會多些 但整體你說在日本消費 即使日圓在之前低位又大了一點 也不太影響到香港人的消費熱情 因為始終香港人三年都沒有出過外面 我們看到香港人都是開心的 不是特別喜歡日本 因為整體過往一段時間 分得太久 因為香港始終比較小 這段時間有機會回到不同的地方去開心一下 我覺得是很好的事 過去兩集我都說過日本曾經想過對香港有些旅遊限制 最新是南韓對中國旅客有旅遊限制 中國的回應是禁止或停了簽一些南韓去中國的簽證 施先生你怎麼看南韓會不會跟日本一樣做少少姿態 最後都會不料料之 那段時間什麼都會放寬 對中國旅行 我自己看這一次不止一個國家 美國歐洲也有些國家 當然有些好像泰國應該完全放開了 最初都說要走 是很難的 那麼大的趨勢就是疫情 你現在對待疫情的方法是與病毒共存 如果你與病毒共存 你又反過來又不想讓它存 你可能對中國的政策和對其他地方的政策不一樣 或者對中國的政策和對自己國民的政策不一樣 即不是共存的政策 而是變回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這個是倒退回以前最初的政策 我覺得與它原本的國內的防疫政策不一致 所以中國政府就會覺得好像是歧視他們 採取一些報復措施 不過我自己覺得不需要報復 即是你可以以直報怨都可以 你自己執政自己的 有它這樣做 讓世人有一個自己的評價 但如果這樣又以同等的方式去反制別人 跟我最初說中國應該設法 搞好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 這樣變成容易造成你打我一拳 我踢你一腳 現在它就沒有加碼 如果說我又加碼 就會造成更大的衝突 我自己覺得在這些問題上 降起一隻腳一定要覺得 每次吃虧了要報復 我覺得它還它做 我們還我們做都沒有所謂 先生其實雖然有些隔離措施有些回應 但是似乎開放的經濟越來越多 國家都很明顯 譬如香港都基本上對旅客是沒有限制 但近來我們上星期討論過 曾經出現一個樓標 最新的樓標的地就是赤柱 有一個豪宅地段樓標 政府再收回 除了顯示政府可能有些底線之外 會否真的代表很多地產商 其實現在這一刻對後市都不看好 之前樓市已經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回落 以及在第四季其實跌幅比較大 如果你說前三季的跌幅加起來 才等於第四季 所以之前其實是跌得比較急的時候 以及這段時間交投集中在一千萬以下的住宅 即金額比較小 是的 赤柱這些是大單位 變成發展商建的市場 情況自然是會有些避險的心態 這些將來不是那麼容易賣的 暫時避一避先 所以不是太多人去落標 但是如果政府是想樓價回落的 譬如政府又說不想切辣椒 目的都是怕切辣椒 需求增加令到樓價上升 他都是總方向想樓價下升 想樓價下升便宜些買了 便對市場符合政治的需要 但是他又不賣 不賣是否代表政府要維持一定的樓價呢 別人就會懷疑他是高地價政產 還有現在財政司財政有赤字 三月底財政年度就一定有 一定有,有錢收都不收字 我覺得這個時候便宜一點沒問題 不過我相信地產商除了質死雞之外 其他也想賣不成 即是他也想這個價錢買不到 是呀 為什麼呢? 一個被人撕死雞買了便宜的東西 對他未必有利 他想著自己買不到,沒有落標 落標是撕死雞的生態 當然落過很便宜的 撕到也有機會 如果出來有個價錢 這些地價的成交價都會被市場拿來參考 就會拖累市場 其他在山頂南區 有豪宅項目的發展商都擔心 師先生的意思是不想這個Mark to market 寧願沒有成交 其他那些其實就沒有落的 最好你留標 就好過給其中一個 Depth很便宜的東西 師先生你提到政府的取態 其實以我理解 去年11月的時候 新鴻基都在安達神道投資了一個商業地 是比領展的地價一半的 但是為什麼政府又會批給他? 其實也跌了很多 我不清楚 這個可能他撕死雞特別便宜 便宜到很離譜 當然我也不可以說政府收回不適合 因爲可能地產商下跌的太過分 兩毫子 可能發展商還是很謹慎 但是似乎很多經紀的朋友 我們同事或者師先生 可能你也曾經提過 應該市場會好一點 其實在農曆新年之後 是不是真的會有個小陽春或大陽春? 現在其實就不用等農曆新年 即是12月1月已經是交投量增加了 按我所知地產代理已經大部分決定 過年都不放假 初二上班 即是你的新盤會繼續在新年的時候賣? 地產商我不知道 我會說agent 近來香港樓市似乎是回穩的 我見到香港房地產商的股票都比較堅挺 大陸市無論如何移動都會不會向上 可不可以跟觀眾說一說最新地產股的走勢? 其實本地地產股之前港股比較差的時間 其實也不算是特別差的 除了一兩間公司 大家看到資產的負債比較高 還有比較多大陸項目的會比較差之外 其實本土地產發展商的股價在之前差的時間 相對是堅挺的 因為大家當時怕的 是怕國內的大環境差 所以始終 現在香港本地發展商的投資者 或是持股票通常都是本地人的 你見到國內的基金經理 很少買新鴻機或外國的基金經理 都比較少 所以他在前一段時間 當大家都扔掉股票的時間 他們就比較堅硬一點 但扔反著這段時間 他都跟回市向上一點 他一早跌得很厲害 如果以資產值來說 每個的折扣都很大 打個五折、六折 有些四折也有 你還跌得去哪裡 已經這麼低 所以整體香港的地產發展商 其實近幾年可以變成收股 但通常都是香港的樓價跌 但他又不是跟了很多 因為始終他們除了起樓 還有很多收租物業 跌的時候又不是跌很多 當然升的時候 他好像跑輸其他大陸相關的股票 走勢仍然是挺穩定的 我們探討一下 內地人口問題 最新有預測是 今年或是2023年 內地的出生率 去到1000萬左右 其實是這麼多年來最低的 師先生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給內地怎樣可以提高出生率 因為我記得師先生 你都寫了一些文章 建議怎樣可以生小朋友 師先生有什麼建議嗎 我自己認為 其實很久之前 他還一孩政策的時候 我已經提醒他可以早點放寬 因為以世界各地的情況 隨著社會的進步 科技的發達 被人的普及 你不只是出現在中國 香港、台灣的華人地區 或者你亞洲、韓國、日本 都是出生率很低的 中國當它現代化之後 都會出生率低一點 為什麼呢 以前是農業社會 農業社會 一家大小都去勞動 三多幾個就有勞動力 但是去到現代社會 你不是生一個出來就有用 你還要供書、教學、培養他 養兒子是很辛苦的 一個要花很多錢 另外如果生出來不生性 還成為你負擔 不要說養兒防腦 老的時候 你們的兒子還單身 還要買層樓給他 所以一定是生少了 如果生少 你一個家庭生兩個 都還可以維持到人口 現在是生一個不到 那你就大件事了 你人口會去到某些地方就急降 你現在即使是歐美國家 都出現嬰兒潮那一代人 進入退休年齡 大量勞動力失了 現在美國那些都勞動力不足 所以失業率低 但實際上失業率低 不是因為經濟蓬勃造成 而是勞動人口減少造成 這個會成為一個國家民族的 很大的後患 即使我見天主教國家 現在都開始猛鼓勵人生育 美國就連墮胎也遺憲 不保護女性的墮胎自由 目的都是想生多一點 至於你說要怎樣做 內地的情況如何可以放開手 一個就是中國 傳統本來是 鼓勵是 養兒防老 不孝有生 無效為大 因為不能生是很大件事 但現在年輕人都沒有這種想法 一個就是傳統的教育 另外我相信看到時發展到什麼程度 政府 譬如新加坡 俄羅斯那些都是相當有鼓勵 生小朋友送一層樓 解決我們大陸太多樓的問題 人口問題應該都對很多國家 尤其是中國一種勞動為主國家是有影響 但密切關注這個話題都應該會影響到投資 我們今次到這裏 下次回來我們會講其他投資的問題 我看到一些支持我的同事上班上不齊 有些是怕到不夠上班 現在可能中得七七八百 為何股價會向上呢 大家就覺得既然現在 好像聽了阿爺的指定整改完之後 可能接下來生意會繼續做 在我投資組合之中 是有 是 掌握黃金 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製造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鐘 那就不會錯過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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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